好 大家好 今天就因為什麼東西好搞 應該搞的事情就搞了 未曾搞的事情就未發生 就是要等 很多在這裡等的人生 等到適當時間 我們又很忙 就在自己出生 和長大的方向 蘇綠村就去過 上過兩次 但是呢 李鄭屋村好像沒有進去看過 現在我們身後就是李鄭屋村 但是我以前都少去李鄭屋 生回地方 他只不過是因為近住學校 所以就知道 那時候讀小學 機外小學那些就在對面 就撿一時打架 砍人 放學那時候去林林都見過 但是你說我們那時候 有沒有傷到少少心靈呢 沒有的 沒有的 見慣了 見慣了就沒有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見過 這一世上沒有見過 一見到你就怕 那你生存可能就低 所以我們生存能力很高 那你長村是 叫做九反五反地方 那重建了之後呢 就OK了 沒有了 所有那些地盤 堂口那些都散了 各散東西 那些是七層的 是嗎 是呀 七層大 很多同學在那裡住 那你的屋村呢 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一條普通的七層大屋村 但是有一種東西 就很特別 你看我們身後面呢 就有個公園 就是這個同學 就是這個公園 那叫做古墓公園 那古墓公園 就是叫做 可以想到就是 關於古墓的事 那古墓在哪裏呢 你坐穿古墓就在那裏 就是在公園裏面 不是 公園旁邊 你見到有個白色棚 以前沒有這個棚 以前就是一個土堆 是啊 很多年前都會 讀書那時候也有走的 是啊 那古墓公園都有的 但是有沒有這麼漂亮 就忘記了 沒有 我記得那時候有些朋友 來宵夜 古墓隔壁 古墓隔壁 就是古墓隔壁 我記得那時候 這裏呢 是擺在那些大排檔 晚上很旺的 吃到都不知道幾點 什麼人都有 什麼人都有 三三五個 現在這裏哪有大排檔 有有 以前這裏很虛陷 這裏全部都是 後面那裏呢 就是七層大廈 這裏全部都是七層大廈 那所以就都 其實沒有什麼變的 建築物變了 那今天呢 就是和陶夫人 就是這樣 嗯 看看古墓 我也沒有正式進去 不會來這裏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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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這裏宵夜 風險很大 為什麼 我記得有個同學說 他說呢 試過在那裏宵夜 這樣那裏 那時候 那時候 警察學堂呢 很多 就是年青一輩 有志氣的那些 參加這個香港皇家警察 這樣說 可能呢 就是放假出來 就是還在訓練中 那裏 那裏 穿著一件那些 警察的T-shirt 嗯 警校啊 那些T-shirt 在裡面吃 那怎麼知道呢 就打招砍人啦 那你知不知道那些刀手呢 第一個砍在那邊 是砍他的 那他是警察啊 拉低他之後呢 就後顧知道 那很無辜而已 那鬼叫你穿警察的T-shirt呢 那 說實話講啦 如果你不是警察 不要穿啦 無言無辜 那現在就是 現在呢 我當然是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你們說 陶夫人 現在我和你去古墓看看 據說古墓是免費的 應該是 我查過 那我走到我的電話 就這麼巧 我們以為星期日就沒得開放 星期日是有開放的 星期四才沒有 只要休息 沒錯 免費入場 那就儘管看看 那麼大個州要入過一廚 不止是嗎 一廚 我想我一至兩次都讀書的時候 印象很模糊 那時候沒有那麼漂亮的 沒有那麼漂亮的 就是很遠的 好像那個湖 是不是很簡陋的 為什麼呢 1955年好像說 在你住屋村的時候 就掘一掘 掘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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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1988年左右就定為古墓 就保存到現在 東漢時期 至於東漢時期有多少年呢 好像公元200多年左右 也有一千多二千年的市場 進去會介紹 那不如進去古墓公園看看 我的小孩子 我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那裏面有什麼呢 但是那時候我們有沒有這個古墓公園的 有個公園在那裏的 但是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這樣 這個叫漢花園 漢花園 這樣 有水池有成的 有個漢房 有個船 好像 那就是這樣 以前都是公園來的 沒那麼漂亮的 當然了 現在就做了一些亭台漏角 一個亭一個亭 對 有些耕亭的 那就是 那些姐姐 今天是星期日 很多姐姐在那裏休息 那裏挺漂亮的 那裏上面 這裏 好像一些假山 那裏 竹林 那這裏就是古墓 白色 頂 一些圓林小徑 那裏就盡管去看看 那裏這麼大 那裏住了幾十年 第一次人 雖然住得很漂亮 相信就是 很多住在那裏村的朋友 都不會忘記 就是這一塊的 這個公園 古墓公園 那裏 政府有些錢 就弄兩枝 就這樣 就是這樣 古色古香 是不是 都幾什麼的 都幾 都幾靜 是啊 是啊 挺靈靜的 一些假山假石 還有一個庭 不錯的設計 真的叫做有想過 這裏有一個庭 有水有水 那裏 那裏 那裏是住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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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的病份感 真的厲害 如果是這裏 還有那裏 是先看這裏 那裏 那裏看這邊也不錯吧 是啊 而且要高一點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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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低了 可能會有草 那裏 这里有一个石房 有一个石房 现在发现这里有些龟 两只花在这里 还有多一只 这里有很多龟 这里有很多龟 我不见到这些人在这里放生 否则破坏了生态环境 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这个公园 所以不能比较 这次是第一次进来 但是我觉得 现在重建了这个李镜屋 还有这个公园 弄得这么好 环境也挺好的 环境不错 这个村子的位置也不错 很静的 这里面住很静 你让我选择 我觉得这里好过玄州村 好过宿村 宿村走完都死了 是呀 因为要坐车 坐巴士 是呀 小巴 是吧 你这村是平地 是呀 一走出去就已经是旺市 是吧 什么人都吃什么人都吃 是吧 反而我这个景色 你只屋子比较多 是呀 我印象不错 现在去古墓 看看免费入场 好 好 看看开放时间 我们有没有什么 原来就是上五十字 之下六十 星期四休息 是 我们可以去看了 OK 这是第一次正正式式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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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嘩 嘩 嘩 请勿录影 请勿录影 那我就要和陶夫人 在这里say goodbye 请勿录影 拜拜 拜拜 那里像屋子 一样的古墓 就看完了 那不需要钱 还要的 付钱就差了一点 好 是不是可以炸冷气 是啊 你看看你的眼镜花了 都没有了 那很难得的 在一个闹市那里 在一个屋邨中间那里 有个古墓 叫做东汉 千多二千年 那我相信都挺特别 其实是 深水埗 或者长沙 一大大的特色 什么都来看 如果平时没工作 如果你来这里 很容易 地铁火 什么巴士 什么都可以 可以来到这里 走上来 一会儿 清山道走上来 或者沿州街 走上来 那就 花半个小时 到 就可以看完 所有剪片 和视频 看一看 看一看 一个洞 那今天看母之旅就完结了 那就去基隆街 基隆街 都有一些渊源 就是我们 都有一些渊源 就是我家 因为我们家 以前是住基隆街 天台那些 但是我还没出生 那现在去基隆街 那我走上去 走上去 就来到枫树街 球场 这边是枫树街 那边就是 那边就是 基隆街 我老实说 我对基隆街 没有什么印象 我也没有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 是啊 但是我 我家人 我妈 带着我那些哥 那些哥哥 老爸老母 就像是在天台住 嗯 我想是这一类型的旧楼 就是这些旧楼 上面就应该有一些 以前是一些棚屋 家建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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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雪街球场 原来有什么啊 有神功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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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事啊 以前有派米的情侣 有派米的情侣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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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打扰人了 啊 这些有所谓的 以前就应该在这些 这些旧楼上面 会不会有那么新呢 不知道 我想没有了 还要旧一点 还要旧一点 例如那些 那些都翻新 都翻新过 喂 那哪些旧一些啊 好旧 前面这些会不会呢 我不知道 都有一两张照片 你想想一下 你还没出生啊 还没出生啊 五十年代尾 那之后呢 就是 抽到公屋呢 宿村就搬了 那时候呢 抽到宿村就好像 发达种了 中了奖啊 对啊 发达 即是好过中乐彩的 这条基隆街 那样样呢 就哪里有 那些布行啊 就关门了 今天星期日啊 这家买什么啊 原来呢 陶夫人呢 那些姐姐呢 说想买些布 但是那些布行 都在那里 这条街 这条街 死不了 今天星期日啊 真是 白行一趟 都不白行啊 那下次有机会 原来不能走得住啊 发现呢 原来有人 星期日都是 开门做生意的 啊 前面有一家买布 这家呢 可以看一下 OK 五星步行 应该找到 陶夫人 需要的东西了 那啊 刚才陶夫人看过 啊 很难配到的 戴上衣服也能配 所以就不玩了 啊 那就回归了 真的有一点 稳稳的 可能我鼻子 那些问题 那些空气呢 令到我的 鼻敏感又发作啊 啊 那回去看看冷气先 那下期见啦 谢谢 拜拜